欢迎大家来到功夫者,我是徐晓东。 今天简单来说一说孙孟唐先生的发劲错误。 其实,我个人认为孙孟唐先生的发劲,怎么说呢? 不应该叫发劲,他讲中和。 他更讲就是中和,像我们老师,他是孙孟唐先生的直系亲属,今年95岁了。 他说的最多一句话叫什么?叫不加利而立自章,不加利而立无穷。 不加利而立自章,不加利而立无穷。 说到这事儿,就得想起17年的事儿了。 17年,18年吧,两年。 我不是联系在咱们北京五星总队, 在咱们交刑警权和其他各套。 先后带过直秦部队,特战中队,还有城市本口都带过。 就说什么? 一伸胳膊爬往里走的时候, 那个战士两个手搓不住我一个手。 那帮战士很厉害的, 扛权木,力量都非常大的。 两个手,他动不到我一只胳膊。 就这么简单。 这个就说了行刑权的发力。 孙动党建设这个行刑权的力量。 叫做不加利而立的章。 我一出手的时候,你动不了我。 你这简单的, 我一出手的时候, 帮拳也好, 扁拳也好, 横拳也好。 对不对? 横拳也好,就在这儿也行。 你压不动, 挑挑不动。 那不就完了吗? 没有说再抖盘。 你包括杰林先生, 他的行刑权也没有, 一到他就开始啄嗦, 就开始颤抖, 就开始挣大。 没有。 所以说我们这个行刑权的发力, 叫做不加利而立的章。 按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呀? 你要站出钢筋铁股, 通过你的三体式。 原来我介绍过孙众兰先生的三体式。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。 介绍过。 按孙众兰先生, 你让他练功的神到这儿拔也走。 到这儿他下篮, 他练出钢筋铁股。 出手的时候, 炮拳, 瞟, 瞟不动。 拨, 拨不动。 一出手的时候, 这种状态, 投出去, 你再发现。 他发现要出载炸。 这是我们的要求啊, 别说载炸, 他叫载炸, 他叫钻炸。 他叫钻炸而出。 钻炸, 拔一壳。 他要领出钢筋铁股。 脚底也是一样的。 脚底一走, 一走起来, 两个脚支撑就出来了。 是吧? 头往一停, 满筋铁股。 你走, 那些鸡股。 是吧? 你走, 蛇行啊, 蛇行啊, 或者金鸡宝条也行。 他就出来了。 是不是? 就这个东西。 一走, 所以说钢筋铁股。 最简单的。 没有说行, 走走坛, 走震荡, 走精炸。 炸力是发在你, 蕴藏在你这全室里边。 一走起来, 也是一样, 大精神一闪着, 烫着就出来了。 打就出来了。 放在你一走的时候, 一走, 烫着就出来了。 因为这几年, 这十年左右吧, 我一直琢磨琢磨, 琢磨琢磨先生传言的这个行李圈。 也是很有心得, 很有体会。 因为老师还在, 好多事不方便多说。 也只能是这样, 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。 所以我理解行李圈的巴黎, 叫孙磨拿签子。 这行李圈的巴黎就是钢筋铁股。 尤其刚开始出来的时候, 一走进去皮拳, 皮拳打的时候, 但不是这么肥要这么大, 一飘一飘, 一飘起来就出来了, 一飘起来就出来了。 要练成钢筋铁股。 说简单也简单, 说复杂也复杂。 功夫从哪儿出啊? 叫万法出于三体式。 斯诺堂先生的书上叫什么? 三体式是行李圈的总机关。 这个等有机会, 咱们再详细地把这个给解读一下。 这得等有机会了, 咱们先说上线这个。 好了, 本节课咱们就整到这儿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